趙小小 請你再說啦 有什麼好說的 請看 雨停了 天氣有點不穩定 但是 我們可以出海囉 應該是過了差不多30分鐘以後 我們到了海中平台 現在我站的地方叫做旺幽島 來旺幽島除了欣賞美景以外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會帶一個大的垃圾袋 把飄洋過來的垃圾給剪乾淨 隨手做環保 沿著小山坡爬上去 你們猜猜 我在這途中發現了什麼 一顆鳥蛋 因為這個石頭摸起來是非常的溫暖 鳥媽媽就會在這邊敷鳥蛋 讓它保溫 爬到最高點有一個小碉堡 看出去的美景 哇 真的是超棒的 準備浮潛 大家一起來感受海底的美景吧 準備浮潛 大家一起來感受海底的美景吧 這顆 我們很幸運 今天還可以看到那麼輕透的海 我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大晴天來澎湖 然後呢 我一定要再來浮潛 然後深潛 然後拍出更漂亮的照片給大家 我們現在要出發去無人島 頭巾雨囉 聽教練說 前兩天 因為天后的關係 還不能登島呢 我們真的非常幸運 才剛登島 海邊就有個可愛的小朋友在歡迎我們喔 這個小島很特別 長潮的時候會被淹沒 現在是退潮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島上會有一坑一坑的 這叫做潮池 每個潮池就像一個水竹箱一樣 各成一個生態系統 喔 大家有沒有發現小丑魚 小丑魚很可愛 它的記憶只有7秒 它會很忙碌的一直把食物藏在海葵裡面 但殊不知海葵就會把它吃掉了 但它自己不會記起來 海中平台也提供很多不同的水上活動給大家玩喔 雖然我實在是很不懂 為什麼明明不是上重音節目 我還是要來玩這個東西 如果你不想玩水上活動 你也可以釣魚喔 來澎湖當然要吃海鮮的燒烤喔 小丑魚 小丑魚 而且這些都是吃到飽喔 啊啊啊啊啊 最後的最後 有一樣東西 如果你來澎湖沒吃 表示你沒來過澎湖 呼… 小餞麵餡 明初呢 當然也會準備 surrounding美食 來給我們享用 小丑麵餡 不要太棒了 在這邊一定要吃這個 太棒了吧 完全鮮美 在這裡一定要吃這個 太棒了吧 看到嗎 看到嗎